第三場賽事 二班千米 王琦剛剛舉高了準備 現在出閘的時候國禁區上得相當快 但是現在中間位置已經見到電導賀金 三號兩撥再出來 安搭列隊跟著守著第二位 過多馬才見到聯安神將貼著內蘭 拍著中間暴風雪 外面外檔也有鹽之眉 之後才見到中間位置有灰馬順天應時 然後才慢慢自在逍遙 尾三位置有國禁區 尾二不醉無歸 包含愛神之區 大約去到對面直路一千米斷柱 見到前面搶得相當快 電導賀金 預計都是他擺在前面放 兩個馬才見到安搭列隊 跟著排隊又是聯安神將 跟著第三 鹽之眉拍著後面內蘭暴風雪 再之後灰馬順天應時 後師爹的馬分別有自在逍遙國禁區 包含電在對馬依然是不醉無歸 還有那隻愛神之區 大約去到600米 見到前面電導賀金 依然還大力過多馬位 安搭列隊守著第二位 頭三個馬都沒有變 聯安神將跟著第三 外面外檔有一隻鹽之眉 開始發動攻勢 開始加速 後面也有灰馬 現在順天應時拍著 內檔藍色三隻暴風雪 再之後自在逍遙國禁區 不醉無歸還在尾二位置 包含美那隻愛神之區 還要扔出外檔 好 進正來最後直路 現在見到電導賀金還有一些優勢 現在見到安達烈隊還是守著第二 暴風雪上內檔 但外面外檔聯安神將 幾隻拿門馬在前面鬥 外面外檔有鹽之眉 好 終點在望 電導賀金散散散 大約還頂得住 安達烈隊狂追之下 只是頂著第二 外面外檔還有一隻聯安神將 又是洗牌了 這場賽事 跟剛才第二場 洗到亂了 上次可以的那些 這次完全不行 又一匹放頭馬一放到底 那如果電導賀金具 真的跑得回他 是挺厲害的馬來的 不過你事前 即是想到他今季這樣 我打算這隻狗 這隻狗 過得他的 怎麼也過不了 三重搶 對面已經勝局了 都是這三任馬 從頭到尾都沒有變 次序沒有變過 今天的草地都似乎是這樣的 那隻二號去了哪裡 尾二 入直路之前還說 尾二 他竟然 尾二 尾二入直路 還有內檔 現在才走出來 差很遠 一直排隊 電導賀金 安達烈隊 聯安神將 從對面開始 都是這三任馬領先 結果回來 次序都沒有變 但是這條Q比想像中熱很多 只有25倍 消息靈通 69Q 只有25倍 三重再看這個配搭如何 葉滿不見了 根本上這三隻馬在直路彎中 已經是這三隻了 對面一千米已經成了局了 成了局了 所以變成了直路怎麼追 余建宏 兩隻放頭 被他搞定 老平說 沙淡紅 被他放了出來 被他放到 由頭放到尾 用這招 全都搞定了 起媽媽了 唯一另外葉滿的就是 那隻暴風雪 跑到第四 但是完全沒有威脅的 你看到 對我們而言 沒有幫助 他是趕過 艷姿薇 那你就差多遠 不過我以為 安大獵隊已經過了 電話金 過了都過不了 我曾經一度以為 聯安神槍 過了安大獵隊 你看 結果一排隊回來 右臨也要 馬來西亞地要有些變 那麽 有明天 了 你 的 小 無 不 不 不 這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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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